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亦想借镜沙维他短短去了巴塞罗那一百三十多天 但已经成功将球会由非常差的形势去扭转 说真的那时候夏天美斯就走 还没破产 却没钱卖人 但根据他来到之后 在1月转会昌做了几个运作之后 刚刚在那场L Classical以4比0赢了王加玛德里 怎样做到的呢 只是上手了百多天 加上他的经验有限 今晚还有一集节目就是8点钟 我们这个清洗名单系列 昨天的主角就是福仔 今天主角究竟是谁呢 大家可以猜猜 我想今天的主角也是非常大的热门 回到这个正题 究竟沙维是怎样做的呢 其实Ferbicio Romano做了一条YouTube影片 说这一件事 他就说 其实他只是短短接盘了巴塞134天 怎样可以将整件事流转 无论在球场内 即是踢球材的结果 踢法上高 或者球场以外 他也做了很多事情 首先 他是一个巴塞龙男的名宿 这个大家不需要怀疑 但是他也是一个全世界最好的中场之一 踢球的时候 不知道他做这个领队有没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哥迪奥拿也是一个中场 短短134天 还要是贵中去接手 大家还记得 经过风风雨雨的夏季之后 朗劳高门仍然是领队 那时候也说他一定会走 但他仍然在做领队 然后炒了龙虎高门之后 终于找到沙维返去巴塞龙男 当时来说他在中东 好像在教球 虽然他教的球队 不是一队巴塞龙男 但当时他转换到球队 踢到都好像巴塞龙男 但大家都有个质疑 究竟他始终不是一些顶级联赛教球 他的理念想做的事情 会不会带到西班牙 带到西班牙和巴塞龙男 这也是当时大家有个质疑 Ferbisio Romano 说有几件事 其实对于他 这么短时间可以获得到这样的成绩 或者这样的成功 暂时来说也算成功 有几个元素 第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他们知道他们做的什么 说真的 季初和沙维初接手的时候 巴塞龙男 其实很大机会 明年连欧联也没有 也只不过去到中游地大 但现在巴塞龙男 是站在西甲的第三位 欧巴布也继续晋级 而且明年很大机会有回欧联赛 因为基本上他们都相当 稳打稳扎地 很大机会进回前四 好了 怎样他们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就是因为 大家都知道 沙维是巴塞龙男的中场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其实巴塞龙男的足球体系 也叫根深蒂固 由古老夫年代 到高德雅拉年代 其实他的清分系统 一直都做得不错 但早几年的确 是倒了下去的 但是近一两年 又有清分球员 慢慢上到一队 因为早几年全部卖走 上不到一队 也经历了一个很混乱的时期 所以现在来说 他们在更衣室里的气氛 真的好很多 而且他们也明白 他们要慢慢制造 巴塞龙男的踢法 就是说真的 有点像万元苏西亚查年代 稍后也会说 苏西亚查 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他为了巩固 巴塞龙男的踢法 大家还记得 我也在节目说过 第一件事 应该先整理一下 大家不可以松松散散 大家都要有一个 比赛的认真程度 如果你不够认真的 不好意思 你就不能踢了 为了巩固这件事 他也要确保 当时还在 而又在比较有经验的球员 例如碧姬 例如特意找Danny Alvarez 去艾维斯帮忙 就是要巩固 这个跟衣室的氛围和气氛 他也有点幸运 当时有些受伤的球员 或者不能踢的球员 开始慢慢踢 例如包括Pedry Gabby 好像Anshu Fetty 也是他去到之后才 相遇复出 基本上来说 种种的客观 或者主观形势 配合之下 整个跟衣室的气氛 和氛围 就由初初很松散 到现在 大家都很紧张 很严谨地去做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如果跟衣室 大家没有了一个 很团结的氛围 他就很难说 巴塞隆拿的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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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样的氛围之下 有经验的球员 可以跟新的球员说 究竟怎么做 而且尤其是清分 有经过清分的那些 就更容易理解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在买人方面 他是非常非常之 硬颈 或者他是很着重 例如 他们在曼城 追了几个月 说真的 要在曼城 即是巴赛隆拿 对 哥迪奥拿级 要叫走 那些球员 是极度困难 但他们最后 成功地 将巴赛隆拿 由曼城 转会去巴赛隆拿 这个当然第一个 另外一月转会昌 也免签 已经签了奥巴美洋 现在奥巴美洋 在巴赛隆拿成什么 大家都看到 球员进了很多 也令到 巴赛隆的成绩相当厉害 八球入球 已经去到奥巴美洋 另外当然 查奥里 即Adama Chiori 踢狼队 也签了回去 也令到球队的踢法 除了一个最基本的 巴赛隆拿踢法 控球在脚之外 也加了一些机动性 这些 叫做fine tuning 即微调 令到整件事 变得不同 为何他做到这件事 第一 在整个球会的管理层 是非常之 back up 非常之支持 即是说 他说要买哪个 球会都是百分百的支持 除此之外 他也做了一件事很重要 他基本上 有少少像 例如 阿飞sir 或者 哥迪奥拿 甚至乎 高普 这几个出色领队的影子 就是什么呢 球会里面大大小小 什么东西 他都想管 他都想来 当然 这件事 比起一个 现代 球队管理架构 可能是 有个问题 但他真的什么都想参与 尽量参与 因为时间都有限 还有 在转会方面 他真的不停地 如果他觉得要的球员 他真的会亲身参与他 甚至乎 约他出来见面 这个也是我们以前 阿飞sir经常做的事情 他就说 无论是Ferran Torres 或者奥巴尔美扬 Ferbisio Romano 都说 他都肯定他有这样做的 例如 刚刚他们就来 签到一个 Franc Cassie 也有传过我们 亦都是 他的 沙维的参与度 是相当相当之高 另外就是 Ferbisio Romano 说 其实现在 沙维都有 和几个球员 或者他们的经理人 在谈 这个就是 来到夏天的收购 所以这件事 就真的是 因为沙维非常着重 所以 亦都因为这样做 就令到 因为刚才所说 管理层 支持他 令队也都在 现在的 根治室里面 团结了大家 他还有一件事 第三件事做了 就是什么 一些现有的球员 他也都 很好保护他们 一个最经典的例子 就是丹比利 大家都知道丹比利有叫走 他没有叫走 他没有叫走 他不俗弱 但是又说要踢 这个非常难处理的案子 竟然沙维也处理得很好 他在很多访问的时候 就保护他 也觉得他能帮忙 结果他也是踢回一个非常高的水准 这个丹比利 当然了 他走不走不知道 即是说 虽然他说什么都要参与 但是他另一方面 他又可以撇除了 究竟他会不会走 即是说长远来计 可能这个球员是免费走的 但是他也可以在 未来 或者之前的一两个月 或者未来的几个月 可以尽量用到他 那变了来说 可能他真的是免费走的 但是起码预下时间 帮到手 这件事很重要 也是令到他 在这个时间 临走之前 也是很有心 或者很有动力 去踢好他的球 另外 Frank De Jong 也是另一个很重要的球员 沙维 之前有段时间 传说他会走 或者怎么样 可能 Frank De Jong 不知道会不会 经理人也有些 发放了一些 但是沙维 也是极力力支持 说 他一定要留下 他是我们重要的棋子 所以 结果 Frank De Jong 又是越踢越好的 所以 综合他刚才所做的 三个重要因素 第一 就是 将跟衣室的气氛 全结 以及 做一个专业 巴塞隆拿 应该有的跟衣室 是怎样的 第二 就是在买球员方面 他非常清挑细选 但是他选了的话 他就一定要追到他为止 又或者他用了他自己的能力 去尝试把这些球员 引到巴塞隆拿 第三 就是现有的球员 他都尽量去做些事情 去保护他们 希望他们无论走也好 留也好 都可以发挥得最好 那经过这三远之后 那现在呢 就见到 现在的巴塞隆拿 说真的 就是我想 苏思一查 带领着曼联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多人 包括我 都觉得 其实我们都很接近 有些事情 其实都很接近 例如 我做一点点比较 苏思一查 来到的时候 其实慢慢 他都建立了 跟班主的信任道 所以 其实 格拉莎 也挺喜欢苏思一查 在买人方面 其实也算是挺疏爽的 大家都知道 8千万买 加入5千万买 云比撒加 这些都不是一个小数目 也是苏思一查要的人 但是 格拉莎有个坏习惯 他通常 头一季 左右 就会很顺利 但是 去到第二季 或者第三季 他就开始对你的信任 有一定的怀疑 或者他又要做 他要做的事情 这是格拉莎的问题 但苏思一查 当时来说 尤其是我们上一季 拿到第二名 去毕业 当然 就是乱坐了第二名 但是很可惜 如果欧八杯 我想我们拿完的话 苏思一查当时的压力 将会更加大 亦都刚巧 大大师兄叫回来 因为 去到那一刻 大家都知道 其实你知我知 大家都知道 曼莲是真的要买个好的防中 才能踢到 苏思一查那家球 但是 结果 就 说真的 我不知道苏思一查 真的出尽压力 或者用了他的影响力 都影响不了 如果格拉莎就说 结果他就签了斯朗 就没卖到防中 所以结果发生是这样 但是说真的 大家试想一下 如果格拉莎肯 疏爽少少少 除了签斯朗之外 再找到防中回来的话 整个故事 可能有机会改写 但是 始终有一件事 我想 如果作为一个比较 沙维的做法 和苏思一查的做法 有很大的分别 就是什么 其实是他很坚持 要踢一些巴塞龙 的踢法 重点是 巴塞龙 的踢法 是大家有固有的框架 而苏思一查 也经常说要踢 万元的踢法 但是 那个框架 实在是 相当之松 当然 可能 说真的 会球的 当然苏思一查 会比我们 他可能知道 以他以下手球员 就是要按 自由形式才能踢得最好 但是 也没有了一个 稳定性比较难 因为你没有一个稳定的架构 变成靠个别球员的合作 或者我们常说的礼审 所以这个也是 短期来是可以的 但是长远来算 是不是一件好事 这个都未知 但现在都看不到 很可惜 但是 无论是根衣室的团结度 或者大家的 向心力 其实苏思一查 都一定程度上 做得不错 而且在收割球员方面 刚才说了 所以 其实 可能真的差一点 我们的前领队 苏思一查 可能都真的 帮我们做到 一个更强的结果 但可惜 有时候这些事已愿违了 到现在这一刻 我们又要再 重新整顿 究竟 我们这个重新整顿又如何呢 即管又要看看 格拉莎有多肯 放手和信任 他们找回来的足球人 OK 这次来到这了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